学员轮流上阵敲击楚音 新义乡布农文化协会办理布农族传统音乐体验营 虽然生活在原乡部落 但对于一些学员来说 很多传统乐器和鼓调 平时几乎都接触不到 因此希望在营队里认识这些传统的音乐 本来之前是不想参加 但是因为我发现有这些活动 是我从来没有碰过的 所以我就想来参加了 我觉得对文化的意义 当然保存是比较好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大人 他们都去都市那边了 这个可以让我们学习到 我们以前古人的智慧 跟我们以前古人所唱的歌 童谣跟鼓调 因为这个活动我其实觉得蛮好的 因为现在的原住民小孩 可能都不知道现在的 原本的传统的文化 或是一些活动还有祭典 在这里可以有了解这些故事 长老的故事 然后传统的文化有射箭 还有口风型的乐器 每年暑假期间 新一乡布农文化协会 就会邀请当地的学生 办理营队活动 透过课程传授鼓调 童谣 传唱 也教导一些传统记忆 分食文化 以及狩猎等传统知识 希望让年轻一辈更加认识自己的身份和族群 所以我们在暑假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能够吸引很多的群传青少年 来到我们的部落学习传统的音乐 跟传统技能 所以我们每年大概会围棋三天 来办理这样的活动 里面内容有鼓调童谣的传唱 还有传统技能 比如说传统射箭 分食文化 然后有一些狩猎的技能 我们都会在下定时间来传授给所有小朋友 中间还会穿插一些团康活动 让小朋友觉得整个活动里面是多元 而且都要有乐趣的 因为石敬龙是相当感谢协会的用心 原住民的传统记忆 以及歌谣都是相当重要的文化传承 希望透过活动的办理 可以将宝贵的原住民文化永续传承 那地方的社团能够针对我们这个群少年 或者小朋友在暑假这个区间来传承 教习这些课堂以外的这个传统技艺 让小朋友也可以学习一些他们有兴趣的乐趣 我想这个应该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事实上新义乡布农文化协会的合唱团 也是国家级重要传统艺术保存团体 为了让文化持续保留传承 希望作为典范带领更多年轻族人 重视甚至加入文化传承的工作 也期盼借由营队将传承的种子 从小开始培育杂根 记者邱平逸新立采访报导